1915年夏天 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 美国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 广州象牙球大师翁昭 制作了25层象牙球 岳阳参战 日本也有类似的26层象牙球 两者大小相法 雕刻各尽其妙 但在把两个象牙球放到废水里泡煮下 证明日本象牙球是用胶水拼接粘合 而广州的象牙球 是用整块的象牙雕成的高下石畔 早在18世纪 中国的象牙雕刻品就风行于欧洲 被西方视为中国晚奇 奇巧工艺的代表 其中象牙球更被誉为鬼斧神工 足有鬼公球之称 但有学者认为 这种极致的中国奇巧工艺 其实是源自16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的车床炫魔象牙球 这是一种贵族的休闲始作活动 用来培养几何学知识 机械操作技巧及耐心的美德 而传到中国 广东工匠则转变为中式多层透雕的美感表现 象牙球的制作大致分为六步骤 悬料裁切 车成球体 开钻孔洞 勾刀分层 表层雕花 内层刻花 这六个步骤中 第二道到第四道的工序 是象牙套球可以灵活转动的关键 这些工序需要以车旋的技术为核心 并以数学几何的概念 在球体上平均分布 打出14个锥形孔洞 而第五级第六道工序 则是中国雕刻工艺的传承 这件清朝漏雕象牙云龙纹套球 直径约12公分 表面有交错的九龙穿梭于祥云间 内有24层层层相套的几何纹中空套球 它被安置于金雕细琢的象牙柱上 底座是金雕云龙纹 柱体有八线悠游于群山之间 其上再安置一颗九层云龙纹套球 雕工巧妙精致 难怪清朝宫廷称之为仙宫 象牙球的起源 或许立足于西方的技艺 但中国的工匠以独特的中国美学 将之吸收而成为中国工艺的顶峰代表 象牙球的每一层 仿佛是见证着匠人刻苦钻研的年轮 展现至广大而净惊为的雕刻之美 白宫之巧神无记忆 VivaTV与您分享国宝的美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